天津媒体,李盈莹总体让郎平满意,姚迪在竞争中占主动。 2018年瑞士女排精英赛将于9月4日揭幕,中国女排的20人参赛大名单已经揭晓,中国女排由安家杰作为主教练,郎平、朱婷、丁霞和严妮并没出现在名单中。 天津女排由李盈莹、姚迪、王媛媛、孟子璇四人入选大名单,天津媒体也对中国女排进行了分析。 通过之前的女排国家联赛,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周期的主力框架逐渐明朗,只是主攻组合还在寻找最优方案。 天津日报认为,李盈莹是重点考察对象,她虽然暴露出一船等短板,但总体表现还是让郎平满意的。 在二船方面,此次入围大名单的是刁林宇、姚迪、孙海平。 金梅称,姚迪在与刁李宇的第二二船位置竞争中占据了主动,或许这次瑞士女排精英赛就是她们二人第一次分出高下的时刻。 此外,中国女排目前正在宁波北伦基地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封闭集训。 总教练郎平透露,朱婷、张长宁等16人最强阵容同时被占8月的雅加达亚运会以及9月的日本世锦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